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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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說 需要有一位聖位菩薩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他來解釋這聖教經典 因此他一定要通達經典 如果不是聖位菩薩再來 他連政務都要別人幫他 沒有辦法自禪職務 所以困局就在那時候 幾乎除了禪宗的門第以外 這中門以外 也沒有什麼真正開悟者 那我們從這張圖可以看 因為這個來說明三大仁奇節的修行 總共分一、二、三 前面這個是屬於賢位 後面是屬於聖位 在這種情況下 開悟民心 玄奘大師所說的這個劍道 他和禪宗的這個開悟是一樣的 玄奘大師正式出家後 在寺院聽聞非常深妙的 社大聖論和大波涅槃經 等兩部大聖經論 因而導致玄奘大師 回復了他過去式 已經明心和眼見佛性的正量 般若智慧迅速發起 因此他在少年時期 就能夠在各大寺院 為人講經說法 這只要你有那個呢 過去生的修學 這樣的種子留住就可以了 當然這聽起來 對很多人是不可思議 然後再來是說 我們說呢 我們說斯利弗薩所教導的龍女 她呢才八歲 她就到南方的世界去成佛了 然後如果這樣來說呢 玄奘大師十三歲 為什麼不能夠憎悟呢 對許多人來講 她似乎很玄 但實際上並沒有這麼玄 玄奘大師他悉行的 所取的這個陸陸西行 還有沿途一路到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城市呢 都會去拜訪當地的這些的學佛人 不管他是大聖小聖 然後會跟他去做這個交流 那就是說 要解決當時在中國這麼多的佛法上的問題 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佛法當時是怎麼來 那現在要溯源回去 溯源回去呢 還得要沿途做這個田野調查 要所謂的這個禮師求諸也 會可 因為他從傳的東西 跟當時在講波羅學 在講涅槃學的人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的手是被人家誣告官府 然後把他的手砍掉 當時手被砍掉的還不只他一位 還有另外一位靈法師 靈法師手比較晚砍掉 當時跟慧可住在一起 半夜手砍掉以後哀嚎 因為當時的 就像剛才陳老師講的 那個時候的刑罰是肉刑 直接剁手 然後靈法師半夜就在那邊哀嚎 結果慧可就叫他不要再喊了 我們是為了法 所以呢不應當為這個疼痛而悲傷 我們應該繼續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那麼像這樣的 所以並不是說 古代就非常的光明燦爛 現在就分長的黑暗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現在反而比較光明 至少不會看我們的手 對 所以呢我跟郭老師我們的想法 我們相信陳老師也是一樣 相信在座各位也是一樣 這個雙齡一位之子 一定是在現代在未來 是越來越發的燦爛與光明 其實整個政絕教育基金會在做的事情 也可以只用一句話來形容 就是讓佛法回歸釋迦牟尼佛 所原本傳授的整體性佛法 也就是回歸釋迦文佛本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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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